我姊姊 二口都沒有竹筛高 就開始在冰店裡幫忙 竹筛太重搬不動 直接勇推的 牌很重 所以用這樣滾的 兩個一起滾 高秉志佳從上到下 撈到右 大大小小的日子 幾乎都在廚房裡度過 一塊塊土豆腦放進籃子裡 老師傅手一摸 就知道好不好 因為同樣的事 他做了快60年 那時候初中畢業就 就要出門了 從少年做到白頭 老陶家高昌吉70多歲了 兒子媳婦已經回來接班 但他還是堅持 每天下廚之餅 保命 保... 雲寧刺童這間餅店 民國18年創立 助力在天耀宮的旁邊 全盛時期號稱是 中南部人嫁娶的第一選擇 老味道如今傳到第四代 包起店內招牌大兵 他手腳俐落 看起來相當專業 你很難想像 其實他做拼才五年的時間 有加冬瓜跟肥肉 還有一些蝦米 還有一些香料 放棄的是20年的醫師生涯 脫下醫師袍 背著妻子紅香 過程有猶豫有徬徨 但傳承的信念 讓他毅然決然放下一切 讓爸爸身體比較差一點 體積不堪腹 才能擦亮這間招牌 從阿祖 阿公到阿爸 傳承下來的古早味肉餅 到他這一代 除了延續傳統 也要創新 要少鹽 然後少油這樣子 這肉餅 許多人從小吃到大 直到現在 都是訂婚結婚的首選 這三公分的麵糰 不知伴隨多少人 走過青春年少 幾歲了 86 86了啦 阿姨說好吃 好 你說這雞可以吃的 這麼好吃 近百年的手藝 包在這小小的滷肉餅內 每一份 每一塊 充滿溫度的記憶 將持續在刺桶飄香 好 好 好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